我在找插座的时候发现 入住高雄一间商旅 想找插座煮水 居然在电视后方 发现黑色小盒子 那个插座 我还没有摸到 黑色小盒子红灯狂闪 让访客质疑 被架设针孔偷拍 警方到场搜证 怀疑上面堆满灰尘 可能没再用 网友回应 这个针孔哪个商旅好可怕 就算没再拍也觉得很恶 好离谱 这个不能远端遥控 该不会是旅馆内鬼 该机器基层已久 并无运作 并检视记忆卡内内容 确认了并无拍摄到 房间私密的影像 警方表示 射箱镜头在电视后方 应该拍不到东西 加上读取记忆卡 里面是空的 研判已经没再用 但出游住宿 房间内有针孔摄影机 实在太可怕 妨害秘密罪 切勿以身试法 将持续追查 厘清该拍摄工具来源 虽然房客没有遭到偷拍 但房间内有针孔 恐怕不是乌龙事件 架设的嫌犯 如果偷拍又散播 涉及防害秘密罪 警方要进一步追查 到底针孔摄影机 从哪来 接着黄迅猜双集高雄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 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